欢迎我们这海鸥叔叔把我们的翅膀张开来 小火卡慢慢升起门板 看起来有如海鸥一般展翅飞翔 小朋友看得相当兴奋 直呼好像变形金刚 一辆来自佛光山的行动书车 最近前往大都区的瑞景国小 陪伴小朋友进行导读 还有说故事的活动 请问他种在哪里 池桃里面对不对 好第三个为什么可以种得出来 目前我们惠众市的这台书车 主要是跑大理雾峰乌日 还有这个龙井这边比较偏向的地区 那目前有30个学校在跑 那如果学校经过升起 那我们每三个礼拜就会巡回来到学校 我们主要就是会配合这个故事一宫 先带领小朋友分享一本好的书 然后在开放时间 让小朋友来阅读我们书车所带来的书籍 目前全台湾共有50辆像这样的云水书车 其中有三辆位在台中 巡回在30所偏向学校 瑞景国小虽然校内也有图书室 但是长书却只有数千本的量 因此校方与云水书车联系 希望能带来不同类型的书籍 扩展学生的阅读事业 我们瑞景国小是属于一所 比较偏远的一所学校 图书的量还不是很充足 那我们这也有刚好这一次 国光山的云水书方 有这个机会 可以提供让我们来申请 所以我们这次申请的 国光山行动图书 那能够到我们学校来 让小朋友能够扩大他阅读的一个范围 我们的这个书籍呢 都是来自各方人士 他们的捐赠 那当然也有出版社的捐赠 有很多人把自己家里 已经没有在看的书捐给我们 所以目前 在惠宗寺的这台书车 有长数大概就有2万多本 能在户外享受不一样的阅读情境 每位同学都看了十分投入 一节课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只好期待三个礼拜后 书车再度到来 而志工也呼吁民众 如果家中有不要的二手书籍 只要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有益 就可以捐给图书据典 让每一本好书都能够再度活用 避免资源浪费 记者洪嘉宏 得着转啊